塔利斯卡完美首秀 北京时间7月18日晚上 2018年中超连赛第12轮展开争夺 第一阶段持续低迷的恒大终于走出阴霾 4-0亨扫贵州 报了足迭被出局的一箭之仇 毫无疑问 这场比赛是属于恒大新元塔利斯卡的 今年夏天 恒大在外援方面做出调整 古德利和金英全被弃用 租借来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 正是这两外援的出色发挥 将恒大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尤其是塔利斯卡的表现 堪称完美 用网友的话来说 怎么吹都不过分 今晚的四个锦球 全部与他有关 打进三球 且助攻高林到勾破门 比赛进行至第八分钟 高林进去左来到勾射门 帮助恒大先把头筹 这个锦球 与塔利斯卡有关 不过关联的非常有运气 当时 于汉超右侧船中 恒大新元中路强射提斯 高林才完成了射门 塔利斯卡收获这个助攻 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也难怪有网友当时嘲笑道 塔利斯卡是躺着过了个助攻 不过 塔利斯卡很快便证明自己 第二十九分钟 塔利斯卡进去湖顶任一球破门 帮助恒大四个零领先 作为一名新元 塔利斯卡头顶脚踢连进三球 演绎了除子秀上演帽子技法 塔利斯卡以如此方式完成除子秀 绝对是恒大队史上首秀最完美的球员 这样的表现 在世界足坛 都不多见